這個金鐵面和金箔是KORONA LUX系列的 裡面有椰子水、竹子水、益生菌等等 還有抗氧化的石榴、性貸、甜橙 我很喜歡這個MASK的 因為很方便 如果你真的每個星期沒時間去美容院 這些一張張的MASK可以做到眼的位置 但頸部大家要留意 下個星期要做頸部的MASK 因為入抽後要用一些比較保濕和滋潤性 這個MASK我們用完就要等 因為它其實已經吸收了25ml的水分和精華 因為它是用了這個木質子漿的 它的滲透力和吸水力會瀝很多 所以它可以將25ml的精華 進入皮膚裡 第二天早上的感覺 你會看到這個 你會看到提升拉緊是很好 而且你會感覺到水分 第二天、第三天都很舒服 而且不覺得慢慢緊 不覺得乾 這次跟大家做個秋冬護膚的講解 洗臉的時候 我會用一個Cream Cleanser 它可以加上眼睛 很舒服的抗氧化 因為它加了非洲的國寶茶 和紅茶 麵包樹等等 它可以清潔得來 又不會很乾、很舒服 其實日後的時間你會覺得熱的黏 但是晚上其實一轉了太陽下山 皮膚我就覺得很慢著 而且很冷 我通常都會加上頸巾 好,第二個步驟 我就會加上Tone 這個就是Moon那種 玫瑰花水的 大家買了小版 不妨記住 記住一張卡 買回大版就會有折 它加了杞子 以及Picky Bear 即是先人掌鋼細胞 它做回細胞修護 和護盒是很好的 譬如說可以淡化一點色素 淡斑 印 甚至是敏感肌膚 用完之後 你會覺得很飽滿很舒服 還有杞子 大家知道杞子是抗氧化很高 其實它裡面有很多味道 你會感覺到除了是玫瑰花之外 它還有加了一個叫Jasmine 抹氧化的香味 很舒服 很容易忍 它多種複雜一點的花水 香味 你會看到好像紅酒 那有什麼味道 你會聞到玫瑰 然後你會聞到 抹氧化味 之後我會用什麼呢 就是益生菌 益生菌 益生菌 但那些油粉 完全是很快 吸收了 其他 serum都不用用了 它是一個調涼 可以將之後的東西 再倒入皮膚裡面 還有它每一ml 有很多很多的益生菌 可以讓皮膚 增強免疫能力 還有抗衰老 很好的 用完它想減紋 一定要用它 intensity serum 也是三分一膨夠的 你看到白色系列 它會用了益生菌 益生菌 就是漂亮的 所以 三分一膨就剛剛好 眼睛也可以加 尤其是聞多 這個intensity serum 就可以用多一點 敷人的面膜真的很厲害 這個提升是很棒的 然後呢 就可以用一個 我覺得很乾的 會用這個 也是S的 潤唇膏 它可以防止唇瘡 我老公經常生唇瘡 腸胃有點問題 而且濕疹低 用了這個 它可以防止唇瘡 它是很好的 那臨睡前用這個 很好的質地 它是 它是 不會太水 也不會太黏 而且可以吃得下肚子 然後呢 到眼睛了 眼仔 如果是黑眼圈 眼紋方面 這個都可以做到的 都是S的眼霜 這個也是一顆米 就可以了 平常的人會用很多很多 其實 漂亮的眼霜 用一點就夠了 那就用在眼 還有 面那層 眼蓋的位置 都要做提升 不想有這麼多細紋 在這裡 最後呢 想封閉所有的東西 就可以用 Light的 Mulsturizer 那它也是 薄薄的就可以了 你看到它呢 所有的東西 都是 S的東西 都是黃黃的 因為它下了一個紅茶 那 就點點點點 推開它 大家不要忘記了 這條頸 很多時候都忽略了 這條頸的位置 除了這個面霜 可以用之外呢 我都會選擇 我最喜歡用一些Cream Mask 因為呢 它便宜一點之外 它其實呢 可以做上頸 那我也會選擇 會用一個Cream Mask 還有它可以貼一些眼睛 做上眼睛 還有呢 條頸 那 頸都要做一個護理的 還有 之前呢 我也會做一些角色的護理 這個真的很厲害 之後呢 這個位置呢 升得很正 拉緊得很緊要 果然是 一分錢一分火 那這個呢 極推介 就是LUX那種系列 就是Skin Restoring那個 提升面膜 那 用完之後呢 一個禮拜用一張就夠了 那就不用說 一個禮拜敷 是不是算日敷 不需要這個面霜 那 一個禮拜第二 例如隔了三天之後呢 我就會用一個Cream Mask 那就搞定了 那這個2016年的秋冬的 萬鑑護膚的程序呢 就完成了 就完成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